如果说他很紧张的话 那我们就抱着他 让他听听我们的心跳的声音 宠物美容师分享照顾小狗经验 站在一旁学习的 不是宠物店员工 而是景文高中学生 台北市第一所技职学校 开办的宠物经营班 不只学宠物美容 还有旅馆照护和门市经营 8月预计招生40个名额 已经有8个学生完成注册 就读这个班的学生 我们是一律三年 比照公立高职收费 只收8,140元 所以读这个班 我们是纯粹是为了要 栽培我们台北市 宠物经营这个产业的人才 宠物经营班三年学费 比照公立学校 校方也和业界合作 提供实习机会 还能衔接就业 因应少子化 台北市教育局 鼓励季职学校做类科调整 着重培育学生专业能力 增加职场竞争力 我们期待透过这一个 类科的调整 还有跟产业的链接 来培养这些就业跟育材的 这样一个能力 那对国家 投入一些产业的一个升级 宠物经营持续成长 季职教育掌握先机 希望让学生毕业与就业 无缝接轨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суд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市场有一点 暂时听到 得知好